在 第一個講者是順喜 然後 由他開始 請掌聲歡迎 謝謝 有人是真的來聽 BPF的嗎? 好 感謝 感謝有人舉手 那 我的talk 是我把程式碼都放在那個 同影片裡面 所以 掃QR code應該會比較容易 或者底下有那個短連結 那我是由順喜 我現在在宿舍工作 我在宿舍裡面就是我們是賣 就是Linux跟Kubernetes的 distribution 那所以我們自己也要維護 自己Linux kernel的核心 那我負責的部分就是 在Kernel核心裡面 BPF的部分 所以我對userspace比較少接觸 就是對它的應用接觸比較少 主要是負責就是我去年 接下這份工作以來 主要是做一些資安漏洞的處理 有很多CV要patch 然後其中大部分 都跟BPF的Ferify有關係 所以後來就看了蠻多 然後想說分享一下 那一些聲明 就是這邊主要是講 Linux的就是 EBPF的部分 那Windows有它自己了 那另外就是 因為BPFFerify大概是個 1萬多行的程式碼 所以這次只會講 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 但是就是希望可以提供足夠的基礎 假設你今天之後想要看 BPFFerify的話 你看程式碼看得懂 然後主要就是講 5.18的程式碼 那先講一點背景知識好了 就是 就是 我們預期大家都是 就是聽BPF的 那這邊就多講一點 就BPF是Linux kernel裡面 它 核心的一個 蠻特殊的技術 它可以讓使用者去提供程式碼 然後 就是讓Kernel核心去跑 那一般很少這樣的行為 因為系統核心通常是很嚴謹的 它可能讓你調整一些參數 達到 調整那個 Kernel行為的部分 但很少會是使用者提供程式碼 直接去跑 那這部分是為什麼 這部分就是因為 給Kernel的程式碼 跑 它其實還蠻危險的 你程式寫不好 你可能整個系統就直接盪掉 那這 這就非常的糟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 主要我們是透過 BPF是透過虛擬機器的方式去執行 那這 用這個方式呢 有比較好 達到它安全性的效果 那怎麼樣達到安全性 這就是這次會講的 就是如何 BPF Verify 如何確保 使用者提供的程式是安全的 那BPF應用的領域還蠻多 像是Kubernetes的CNI Celium 主要就是用BPF來做 然後像是程式追蹤 這種Tracing 也蠻多 也像是BPF Trace 或BCC 這種也都是 底層都是透過BPF 那BPF的那個 剛才說過 它是一個虛擬機器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謂的虛擬機器 到底長什麼樣子 它虛擬機器的概念 就是很像 你有一顆虛擬的CPU在那邊 那CPU裡面 它有一些暫存器 是專門做計算的 就是所有一切基本上 有趣的計算 都發生在 暫存器 這個VCPU裡面 那另外還有一個 Stack Stack也是虛擬機器的一部分 它是用來讓你儲存東西的 所以你在CPU計算完後 你會存回Stack Stack也是你 真正存放你變數的地方 那這邊有 10加1個暫存器 這邊會說 10加1是因為 我們有10個 是一般正常的 你可以用的暫存器 但是第11個 也就是R10 它其實是個 frame pointer 簡單來說 它是幫助你去使用Stack的 所以你只能讀它 你不能真的去寫它 那這邊再來講一下 剛才提到的 就是使用者去提供 Kernel跑的程式嘛 一般來說 使用者寫BPF程式的時候 他還是用一個 像是C的語言在寫 像我們這邊就寫了一個 去做加法的 那你把這個段程式 給那個 Compiler 它會把它轉成 BPF的指令 或者有些人叫它 BPF的bycode 這邊 基本上 基本上算是一樣的東西 那BPF的指令的話 我們就來看 剛才寫了一個加 BPF裡面有一個 加的指令 那加的指令的話 我們 一般給人讀的話 會寫左邊這個方式 就是R0等於R0加1 但是 如果真的要去看 Ferify的話 它其實比較接近 右邊 這種形式 然後 如果你展開來 它大概是長這樣子 就是一個 C的結構 那 先看圖好了 一個BPF指令 大概是長這樣 它最重要的部分 在它左邊 就是所謂的 Opcode 你可以從 Opcode裡面 完整看出說 這個指令 接下來要幹嘛 它是加減乘出 還是什麼的 那 Opcode裡面 有分更細 它Opcode裡面 也有第二層的Opcode 然後 還有一個 比較重要的是 class class是什麼呢 class是 它把類似的BPF指令 就是 都算成一個class 像是 所有做加減乘出的 我們都會 歸類在ALU這個class裡面 那 像是剛才 這個BPF加的指令 它的class就是 ALU64 它64 是指它 64bit的運算 然後 它的第二層 這個Opcode 是 add 就是 加 然後 還有一個 source 但是這邊 暫時不討論 所以 BPF那個 指令完整的 definition 可以去看 Kernel的headerfile這部分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一下 就是 剛才說 城市寫不好的系統會當機 所以我們要確保 城市是安全的 這件事情要怎麼做 基本上 BPFF會去做一些檢查 避免以下這幾種事情發生 那這幾種事情呢 就是 就是 不恰當的記憶體存取 或者是 你的指標洩漏 指標洩漏 主要是一個安全性問題 就是它會影響 Kernel的 做的有個安全機制 是它會隨機化你的記憶體的位置 大約是這樣 然後還有另外它會檢查說 你的城市到底有沒有 就是 結束 不要卡在一個loop裡面 還有第四點是比較雜項 就是它有沒有 BPF層次有沒有去call一些不存在的資源 或者不存在的function code這樣 那這次的talk 主要是講前面兩個部分 就是 不恰當的記憶體存取 以及 就是 算是位置 指標洩漏 那 BPFF來達到這個目的 達到這個做法 就是它用超級多 就是 我覺得是有點暴力的做法 它就 所有一切都去寫個function 然後檢查 但是它其實 基本的原理是一樣的 甚至其實 應該算是 Compiler那些也有在用的技巧 就是它去分析說 你程式這個執行過程中 所使用到的數值 跟它數值是什麼樣的 類型 那它這個做法就是因為 暫存器裡面是 一切有趣事情發生的地方 所以它其實 真正主要在追蹤的是說 暫存器現在裡面存的 到底是什麼樣的數值類型 以及它的數值是什麼 那 數值的畫面 BPFFF主要分三大種 一種是 NotInit 就是代表我這個暫存器裡面的東西 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它還沒被寫入過 所以我不能讀它 第二種是 Scalar 我不太知道怎麼唸 但是反正它是 基本上大部分的東西都是Scalar 只要是你認為像是數字的東西 它就是Scalar 那 另一種說法就是 不是Pointer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Scalar 那如果你去看 Kernel的那個 Definition的話 你會看到這樣 所以它其實去把Pointer做更細的分類 那這樣方便它去做一些更詳細的檢查 那這個Type的部分 一開始它會在 那個DoTrackCommon 就是最前頭的程式 它會去模擬一下 就是BPF程式開始執行前 你的暫存器應該裡面是什麼樣子 所以它主要可以看到 大部分都是NotInit 因為你 你根本還沒使用過 所以它是尚未初始化的 那唯一的比較特 唯二比較特別 就是剛才說的 那個 這個R10是PointerToStack 所以這邊Type它是對應的 然後另外R1是PointerToContext 這邊比較特別 就是可能等一下再講 那它初始化你這個狀態之後 它就會去跑DoTrack DoTrack其實就是開支善業 它真正跑各種檢查的地方 然後這看起來很可怕 但是其實如果你仔細看它程式 它其實就是一個巨大的Switch 那它Switch什麼呢 它是去看你BPF這個指令的class是什麼 那class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就是剛才Opcode裡面的那個class 可能是ALU就是做計算的 那它把你指令的class抓出來之後呢 它再去後面看 說到底要跑進哪個 就是那個FLs裡面 那這邊我們就用一個範例程式來看 那一開始就想說用一個超簡單的範例程式 然後但是我發現就是 可以通過BPF非法的有點 有點無趣 所以後面寫了一個比較壞心的程式 就是它會洩漏你的Pointer 會洩漏Kernel核心指標的部分 那這個做法其實很簡單 就是BPF程式在啟動的時候 其實Kernel都會提供你一個參數 那我就直接把這個參數return就好 這就是一個指標 這就是一個Pointer Leak 那我就去丟給那個Compiler 那Compiler不會抗議 因為我已經跟他 就是我的type這些都是正確的 他基本上就相信我說話 他Compiler出來就有兩個指令 那這兩個指令呢 其中會看到第一個有用到一個 R20跟R1的暫存器 那這是為什麼呢 就是R1這個暫存器 其實是BPF算是它規格裡面寫的 就是你第一個參數 一定要放在R1裡面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Pointer to Context 就是BPF程式在跑的時候 它的第一個參數就是那個Context 那剛剛也用到R0 R0其實也是BPF規格 就是你要回傳的return value 你就要塞在R0 再去exit 大概就這樣 那所以我們程式這樣的話 其實如果你直接給Kernel的話 BPFF還會不高興 他說你這個程式不能載入 那我們就來看看為什麼它會拒絕你 那從一個它 它就是一個指令一個指令看嘛 所以我們也照做 那第一個指令就是那個BPFALU64 那個BPFMove的部分 它是把R1的值放進R0這個暫存器裡面 那我們就從DoCheck開始看 那看的方法其實就是去把你的instruction抓出來 然後看它要去哪邊嘛 那這邊的話其實最主要方式是要去把它展開 讓你看清楚結構的部分 然後把不重要的就先不管它 那這邊的class就是ALU64 所以很簡單我們就進來這邊 然後就發現它其實只叫了一個function 在CheckALUOP 然後就再進去看 然後發現又是故技重施 就是又在看一個switch 那這次是看BPF的OP 所以它是第二層的OPcode的部分 那我們這邊是BPFMove 所以又跑進去看 然後這邊開始用到那個沒有解釋的BPFsource 這邊source的意義其實我覺得有點煩人 就是不見得要記 但是它source的部分是說 你現在這個指令 你的數值的來源是哪裡 因為你可能是instruction本身 或者你是從另一個暫存器來 那我們這邊是BPFX 就是代表說我從另一個暫存器 所以我們繼續專注這邊看 那專注這邊看的話 就發現我們又再看一次那個class 就是它其實FairFried就是這樣 就一直看一些重複的東西 然後越分越細 那這邊做的事情其實蠻簡單 就是一行code 就是DestinationRegister等於SourceRegister 那這個是在做什麼 這個其實如果你去看上面的話 已經定義這兩個是什麼 那這兩個其實都是一個BPF Registered State的那個指標 所以說它裡面其實就是有指向結構 就是包含你這個暫存器裡面 現在到底是什麼類型 到底是什麼type的那個結構 那後面這個它再把它取出來對應的 對應R0跟R1的結構之後 再讓它們相等 那這個最簡單來說 就是我讓R0的State 等於R1的State 就是這個就是兩個Dereference 然後等於發生的結果 所以最後它們的type會相等 那一樣用圖示畫來講 應該比較簡單 就剛才說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幾乎都是NotInit 只有R1是PointerToContext 那經過這個 剛才這個Move instruction呢 就是把R1的值移入R0裡面 那它就會把R1的type 也一樣搬進R0裡面 所以原本是NotInit 你經過這個指令之後 BPFVerify會覺得說 你現在R0也變成PointerToContext的type 那到這邊其實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 就是 算是有點像StateTransition那種 這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所以BPFVerify不會抗議 那真正會發生問題的 是到你第二個instruction 也就是你的BPFExit這邊 那BPFExit我們一樣就是 顧忌從私 去看它在SwitchState裡面哪裡 所以展開 然後幾乎全部都不重要 然後它這邊就是屬於BPFJump 這個class 所以我們進去看的話 發現又是一樣 就是 去看你第二層的offcode 那第二層的offcode呢 我們這邊是BPFExit 所以一樣進去看 然後發現它其實 也只叫了兩個function而已 那第一個function 我們不會看 因為CheckReferenceLeak 它主要是在 檢查你有沒有一些 使用的資源 但是沒有釋放 那我們這邊才來兩行程式吧 其實沒有使用什麼資源 所以這邊就先跳過 那最主要就是去看這個 CheckReturn Code 那CheckReturn Code 它也就只有兩個檢查 它檢查什麼 它第一個是檢查說 我這個R0Register 看R0 因為這是Return Code 你是要回傳R0 那我這個R0 現在是不是NotInit呢 如果我是NotInit 代表我不能讀它 也代表我不能此時呼叫BPFExit 那我們的R0現在Type是什麼 我們是PointerToContext 所以這邊沒有問題 這邊就繼續 直行下去 那有問題的是第二個這個檢查 就是IsPointerValue這邊 它會檢查它是不是Scalar 如果不是Scalar的話 你就是Pointer 這就是剛才有講過的邏輯 不是Scalar 基本上就是Pointer 他們是互刺的 然後那個Nit是比較Special 那這邊就有問題 因為我們是PointerToContext 我們就不是Scalar 那這邊就Return Access Denied 那簡單來說 也就是說 在我現在BPF虛擬機器這個狀態下 我是不能執行Exit這個指令的 所以BPFerify會生氣 然後不讓你過 那你如果去看剛才的FerifyLog的話 其實它也就跟你說 最後一行是個R0 就是LeakAddress as Return Value 就是你在做指標洩漏這件事 那主要這邊就是講 BPFerify如何追蹤那個類型的部分 那這邊有一個小例子 大家如果有空之後想 就是我現在也是回傳一個指標 那這個會不會有問題呢 這樣有空可以想 那以上就是我第一部分 那我第二部分就是講它如何去追蹤 數值本身的部分 那追蹤數值這有什麼好處呢 這可以幫助我去檢查那個 我到底有沒有一些不恰當的記憶體存取 那不恰當的記憶體存取 其實如果用簡單的範例來說的話 就是我這邊可能有個陣列 然後裡面只有四個元素 那如果我用I當Index的話 我會需要知道說 I是不是小於四 因為大於四的話 你就做out of bound access 是小於四嗎 對小於四 然後out of bound access 就是可能導致很多問題 那如果你直接把這段程式 就是compile 然後給Carnel的話 Carnel其實完全不讓你揉進去 它會跟你說 後面要說要做一個bound check 那bound check是什麼呢 基本上我們原本程式碼長這樣嘛 bound check就是你去加一個hcnet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bound check 那bound check這個到底 為什麼這樣就可以過呢 就我們一樣去看那個BPF的指令 去compile它 那compile它 會得到這次是比較多的程式碼 比較多的指令 所以就分比較重要的部分講就好 那第一個是 就是這邊這個指令會把I這個值 載入R2的暫存器裡面 那這邊程式碼先跳過 它也複雜 但是就結果而言就是 你經過這兩個指令的時候 你會從記憶體去讀取I這個值 那 那你從記憶體讀取I這個值呢 記憶體算是獨立於BPF的虛擬機器外面的 所以它不太知道裡面到底可能是什麼 換句話說就是所有數值都有可能 那所有數值都有可能 這個因為我們只有64個bit 所以基本上換句話說就是 你的範圍最小值是0 然後最大值是2的64次方 那剛才說大部分東西都是skelet type 都是數值 基本上 從memory進來幾乎不會是pointer 所以這邊是算數值type的 那這邊分析完R2 剛才從載入I之後呢 繼續看下一個比較有趣的部分 就是 我們這邊開始用R2裡面的值 也就是I 來去做一個判斷 決定我們程式接下來走向 那我們程式接下來走向 有一個可能 就是說 R2是沒有大於3的 所以我們程式就繼續走下去 那另一個可能是 我們R2真的大於3了 那你就要跳過原本這些指令 跑後面那一段 那這邊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這邊我們一樣 就是看BPF怎么去分析它 然後 一樣 就是一樣 那故技從事就要 又要找它的位置 然後把它拆開來之後 只看重要的部分 我們就會發現 它這個是BPFJump class 然後你進到這邊之後 它其實不屬於上面三個 任何一個Opcode 所以我們走else這邊 那else這邊也只叫一個function 就是check conditional op 那check conditional op裡面呢 比較重要的是有個other branch 這個部分 它會做push stack的動作 那這個 這個也有點難講 但是重點是它會 把兩個branch都分析 那具體來說 大概是長這樣子 就是經過你這個instruction之後呢 它發現你的程式執行 可能會有個分枝 有個branching 所以它就兩邊都去做分析 那兩邊都去做分析 另一邊是 暫存器r2的值 沒有大於3的情況 這在左邊 所以繼續執行 那另一個是 r2裡面值真的大於3 所以你會跳過 那這邊的話 它去呼叫的 就是BPFJump 最後叫的程式 最後叫的function code 其實是一個叫 register set min max的部分 那register set min max 又是一個很巨大的switch 這次一樣是看第二層的opcode 那你第二層的opcode 這邊是BPFJump greater than 所以 所以就進到這裡 那這邊的話 其實也指做兩件事情 那我們先看第一個 第一個是它去 它去針對false false branch那邊 去改它的值 就是我在這個condition等於 這個condition是false的時候 去改那邊branch的最大值 我的滑速 好像移不掉 這邊是umax 那它把false branch那邊 最大值設成什麼呢 最大值設成我原本的最大值 也就是2的64次方 跟我的現在比較的數值 也就是3 當中比較小的 所以 2的64次方跟3 誰比較小呢 當然是3 所以我就把 false branch那邊的最大值 設為這個3 那其實執行完這邊之後 它就break了 所以其他部分它都不管 那其他部分就會造超 所以 我們這邊這個branch 會覺得 R2裡面一樣是裝scalar value 那它範圍呢 0是上面複製過來的 範圍就是0到3 那 再看另一邊 另一邊是去針對 true branch裡面做更改 那它是去改true branch的最小值 最小值改成什麼呢 是改成true branch原本的最小值 也就是0 然後跟你這個數值的加1 所以是4 然後當中取最大 所以 0跟4誰比較大呢 當然就是4嘛 所以我們這邊的最小值 就設為4 就是這裡 那一樣 後面就break 所以其他都不改 然後就造超 所以這邊就會覺得說 R2戰損器裡面 是裝一樣scalar value 但它範圍不一樣 它是4到2的64次方 那也就是 它會得出 就是經過這個instruction之後 它會得出這兩種結論 這兩種都是有可能的 那再根據這兩種呢 它要相對應執行的指令 再去做它後面的分析 那 以上其實就是 大概bp的非法 如何去做數值追蹤 那數值追蹤其實它的概念蠻簡單 你就是看到if 你就去分岔 然後去做後續的分析 但是實際上蠻麻煩的 因為你要去考慮sign跟onsign 然後還有你一些 你加遠承除一些東西的時候 會有overflow或underflow的問題 再來還有 因為bp支持64bit跟32bit的operation 所以你這兩個也要去分 尤其32bit就是超級麻煩 然後還有再加上 你也有各種的type 要去分析 所以一切都其實會變得蠻麻煩 那bp的非法 它裡面主要是用了一堆的 那個上線跟下線 去追蹤各自可能的值 那 最後再講一下一個 比較特別 就是最後一個是一個structtnum Far off 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其實是我覺得 就是bp核心裡面 蠻 蠻黑魔法的部分 就是它黑魔法是在於 它這個tristing number還蠻神奇的 假設我們今天要用tristing number 去追說我數值裡可能是什麼的話 我數值如果只可能是1的話 我就保留原本的二進位表示 就是01 但是如果我現在的數值 有可能看到1也有可能看到3 那我就把他們二進位一樣列出來 我發現他們 比較左邊那個bit 是可能不一樣的 所以我的表示方式就是 前面那個bit是unknown 然後另一個bit是1 那 一樣呢 0跟2要怎麼表示 一樣去看它的二進位 然後又發現它左邊那個bit 可能不一樣 所以也一樣 左邊是unknown 然後另一個bit是0 這就是它的表示方式 那用這個表示方式 你可以就是 算是蠻容易的去表示蠻多的組合 這邊是 一些就是 如果是在4以下的範例 但是tristing number很好的好處就是 我們原本是用範圍追蹤嘛 所以是上限跟下限 那上限跟下限 你中間可能有一些數值 是本來不會出現的 你用上下圈去追蹤 你等於把它們包進去了 這不太好 那用tristing number 我們就可以剔除要中間那些 可能不可能發現的數值 但是tristing number也有它的缺點 像是它也有自己 自己一些精確度的問題 像是它沒辦法確切表示說 我這個值可能是1或2 你一旦試著去表示它 你會發現你基本上就在說 我這邊可能是0123 所以 Kernel會同時使用tristing number 跟上下限 來去做一些非常精確的預測 那tristing number很有趣的是 你其實也可以用它做加法 那做加法的概念就是 你就把所有可能都加一下就對了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數值一定是1 然後另一個有可能是0 也有可能是1 那加起來就是可能是1或2 你都算一下就知道 那這邊就是一樣用2機會去表示1或2 所以你得到就是 其實兩個bit都是unknown的tristing number 所以這邊蠻有趣的是 會發現tristing number它的unknown 是有點像 有點會propagate的 因為你這個再加起來之後 你有可能會有carry 所以導致你左邊那個bit也有可能改變 所以兩個都是unknown 那 那 原本說要看原始 但是tristing number有點太玄妙了 所以這邊就放棄 但是tristing number它很重要 所以它也有被做那個formal verification 確保它驗證有 它的運作是正確的 然後我主要是 這邊是那個主要paper 第二個 那我上面有做一個 就自己去嘗試複製它paper的做法 發現驗證也是過的 那以上就是 我內容主要部分 後面就講一些 這次做報告用到一些技巧 像是我主要看bpf程式嘛 都是用film去加那個cscope 來去快速的找我的function definition 然後 我蠻多時間其實是去看commit 而不是看整個程式嘛 因為看commit 你才知道哪些code 是跟你現在看的相關 然後git blame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嘛 那另外就是git blame之外 我蠻常用gitlog的搜尋功能 像是如果給它grap 加keyword的話 你可以在commitlog裡面搜尋 那如果你想要在 被更改的source code裡面搜尋 你可以給它大寫s或大寫g 然後google一樣是好朋友 那bp的favor 另外就是它其實不太愛講話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很詳細的log的話 你要去改它log level 把它改成3 然後還有這邊程式嘛 highlighting就是 是用pigment做 然後其他一些有趣的topic都不講 那resource 如果你覺得這個talk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一些資安有相關的writeup 我覺得他們都寫得很好 就是裡面也解釋bpfavor 講得很好 那寫commit 那讀paper有興趣的話 這兩篇也可以參考 然後 那課程方面當然就是推 有興趣的話可以twitter跟我聯絡 然後大概就這樣 有興趣的話可以twitter跟我聯絡 大概就這樣 謝謝 謝謝順喜精彩的分享 然後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等一下可以私下跟講師聯絡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